欢迎大家收看消费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这个周末沃尔玛秘密促销的25家最佳优惠 可在惠普、戴森、固特异等品牌上节省高达80% 威廉被评为年度杰出公民 如何观看单身汉第28季首播 使用雅虎独家折扣码 在Cozy Earth上以35%的折扣购买奥普拉最喜欢的梦幻商品 总是感觉冷吗 这款加热毯可以让你在车里保持温暖 现在只需22美元 请大家收看 这个周末沃尔玛秘密促销的25家最佳优惠 可在惠普、戴森、固特异等品牌上节省高达80% 雅虎 沃尔玛正在提供各种产品的折扣 包括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美容产品等等 其中一些最好的优惠 包括一款Shark吸尘器半价 一款Anno Lagosy的空气炸锅不到80美元 一款HP笔记本电脑不到200美元 以及一款Dyson吹风机替代品仅售30美元 其他打折商品包括壁挂式暖器、洗发水、奶泡器、吸尘器、电视、音响、便携式迷你投影仪、吹具套装、刀具套装、床下储物袋、雪刷等等 这些折扣在实体店和网上都可以享受 和亨廷顿病武功离跑、步行活动 该活动支持患有这种退行性神经疾病的患者 以及他对当地学校和詹姆斯敦大学的支持 如何观看《单身汉》第28季首播 雅虎 乔伊 格拉奇亚迪 28岁 来自夏威夷的网球职业选手 将成为第28季的新单身汉 美国观众可以在ABC频道直播观看该节目 或在Hulu或Sling上进行流媒体播放 该节目的第一集将于2018年1月22日首播 使用雅虎独家折扣码 在Cozy Earth上以35%的折扣购买奥普拉最喜欢的梦幻商品 雅虎 奥普拉 温福瑞连续第5年将可持续品牌 Cozy Earth变为它最喜爱的物品之一 该品牌以其极简和高品质的产品而闻名 包括超柔软的毛巾套装 竹纤维床单和休闲服 Cozy Earth目前对所有商品提供35%的折扣 购买三件或更多商品的顾客还可享受额外的折扣 该品牌还提供100碗的睡眠试用和全额退款保证 总是感觉冷吗 这款加热毯可以让你在车里保持温暖 现在只需22美元 雅虎 目前 Storward汽车电热毯正在促销 售价为22美元 原价为33美元 该毯子设计用于插入汽车仪表盘插座 在寒冷天气中提供温暖和舒适 它由厚重的绒毛制成 内置线圈约15分钟内就能加热 该毯子也可以作为普通毯子 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使用 Storward电热毯 已经获得了6000多名亚马逊购物者的积极评价 用户赞扬它保持温暖的能力 以及在乘客之间解决温度分歧时的有用性 该毯子还推荐在房车和旅行拖车中使用 随着气温的下降 促销价格可能会上涨 所以现在是购买Storward汽车电热毯的好时机 这款畅销的汽车小工具可以提高燃油效率 现在在亚马逊上仅售9美元 雅虎 亚马逊上有一款数字轮胎压力剂 仅售9美元 人价16美元 Astro AI数字轮胎压力剂轻巧便携 易于放在车内进行定期轮胎压力检查 保持适当的轮胎压力不仅可以确保安全 还可以提高燃油效率并节省金钱 该压力剂设计精确读数 并配有清晰的数字显示屏 在低光条件下 它还会亮起以便于阅读 该设备配有易于更换 且价格实惠的LR44电池 该压力剂获得了大量客户的积极评价 称赞其准确性和易用性 通过帮助保持正确的轮胎压力 该压力剂可以防止轮胎过早磨损 改善行驶质量 降低燃油成本 并防止长期悬挂损坏 它还适用于检查摩托车和自行车轮胎 遮盖胸部和肚子的坠肉 这款蝙蝠袖毛衣 现在只售33美元 折扣超过40% 雅虎 亚马逊目前以27美元的折扣价出售 Gabri蝙蝠袖毛衣 原价为60美元 这款毛衣设计适合所有尺码 有42种不同的颜色和图案 可供选择 毛衣采用柔软和有弹性的材料制成 采用船领设计 优美地垂落在肩膀上 锥形袖子使其在外套下穿得更合身 非常适合冬季温度波动 该毛衣已经收到了近8000条五星评价 顾客们称赞它的合身和多功能性 一位评论者称 这款毛衣遮盖了胸罩的卷边和肚子 可以搭配牛仔裤或裙子穿 另一位评论者称其柔软 舒适 有弹性 适合从秋天穿到春天 Gabri蝙蝠袖毛衣 是冬季衣橱中 经济实惠且时尚的选择 一些吉尔伯特市议会成员不寻求连任 我们对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有所了解 雅虎 两位吉尔伯特市议会成员 Kathy Tickey和Stort Anderson将不会在8月份寻求连任 Anderson将不再寻求连任 而是将竞选市长席位与Brigid Peterson市长竞争 Tickey将在任期结束后离开市议会 詹妮弗 安妮斯顿 朱利亚 罗伯茨和其他名人都对这10种药店美容产品赞不绝口 而且他们在亚马逊上都不到20美元 雅虎 几类名人透露了他们在亚马逊上喜欢的经济实惠美容产品 德鲁 巴里摩尔使用Garnier Stylactic Micellar Cleansing Eco Pads 9美元 而马莎 斯托尔特使用Mario Betasco Facial Spray with Aloe Herbs and Rose Water 10美元 伊娃 朗格利亚使用Loreal Paris Skincare Revitalift Triple Power Anti-Aging Eye Cream 16美元 帕梅拉 安德森使用第二 Hoska Lip Balm 17美元 朱利亚 罗伯茨是Volida Skin Food Original Ultra Rich Body Cream 18美元的粉丝 而萨尔玛 海耶克使用Condel Indiopopago Crema Di-Tapic Weedy是4美元 金 卡戴山使用Ardel Body Drench Quick Tan Instant Self-Tenner是4美元 詹尼弗 安尼斯顿使用Mario Betasco Drying Lotion for All Skin Tights代行美元 奥利维亚 王尔德使用CeraVie Hydrating Facial Cleanser 15美元 詹尼弗 加纳使用Neutrogena Hydro Boost Face Moisturizer 15美元 这些经济实惠的产品为消费者提供了尝试一些 他们喜爱的名人使用的美容产品的机会 在亚马逊上只需10美元就能买到这个方便的工具 它能让铲血更轻松 减轻背部负担 Yahoo Bike DZ工具 手柄附件是一种可以附着在铲血产 耙子和其他圆异工具上的产品 它提供额外的杠杆作用 减少了蹲下的需求 并帮助预防背部劳损 该工具目前在亚马逊上以10美元的价格销售 并获得了超过1800的积极评价 评论者赞扬Bike DZ工具 手柄附件 在减轻背部劳损方面的有效性 使提起重物更容易 并预防了水泡和手部疼痛 该工具还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如园艺 扫地和爬地 评论者还指出 该工具容易安装 手感舒适 另一个获得积极评价的工具是 5PLUS Power Grid T9抓取工具 它可以让用户在不弯腰或伸手的情况下抓取物品 该工具目前在亚马逊上打五折 哎呀 用这些神奇的保湿袜子治疗你的单裂脚跟 每双只需7美元 雅虎 Dior Frederick的原装保湿脚跟袜 在亚马逊上以13美元的价格销售 每包含两双 这些袜子设计用于帮助愈合干裂的脚跟 并注入了精油 和合巴油 橄榄油和维生素液 袜子还含有Sulfast凝胶 可以滋润皮肤并缓解疼痛 袜子适合敏感肌肤 透气性好 适合大多数人使用 它们可以在夜间使用 并且可以在洗衣机中轻松清洗 该产品已经收到了超过8000条满亿顾客的五星停价 亿万富翁投资者大卫 特佩尔将其28%的投资组合 投资于三家杰出的人工智能增长股票中 雅虎 大卫 特佩尔 David Tepper 是亿万富翁投资者 也是对冲基金Aplosa Management的创始人 他将自己28.2%的投资组合 投资在了三家人工智能AI股票上 NVIDIA 亚马逊和微软 特佩尔对这些AI股票的高度信心 清楚地表明 它们值得考虑 NVIDIA在图形芯片和数据中心加速器方面 具有强大的市场份额 两者的市场份额均达到95% 亚马逊是北美和西欧最大的在线市场 其云基础设施服务 Amazon Web Services 是云AI开发者服务的领导者 预计亚马逊将实现两位数的年销售增长 零售电子商务销售额每年将增长8% 持续到2030年 微软是企业软件和云计算领域的领导者 占据了软件及服务支出的16%以上 和云基础设施和平台服务支出的23% 微软正在其云计算业务中 大力投资人工智能 包括GPT模型 这些模型为其生成是AI应用提供动力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这周末 沃尔玛正在进行一场秘密促销 提供高达80%的折扣 包括惠普 戴森 固特异等品牌的产品 如果你需要购买家用电器 电子产品 或者美容产品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哦 在另一则新闻中 威廉被詹姆斯登地区商会 评为年度杰出市民 以表彰他对当地社区的奉献 这真是太棒了 他的努力和支持 对于社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则新闻是关于电视节目单身汉的 乔伊 格拉奇亚迪将成为第28季的新单身汉 如果你是这个节目的粉丝 记得去ABC频道观看哦 此外 雅虎还报道了一些折扣信息 包括 Cozy Earth的35%折扣 Stalward汽车电热毯的促销 以及Astro AI数字轮胎压力计的特价销售 同时 他们还分享了一些经济实惠的美容产品 和一些实用工具的折扣信息 最后 我还想提到大卫 特佩尔将他28%的投资组合 投资到了人工智能股票上 包括NVIDIA 亚马逊和微软 这显示出他对这些股票的高度信心 也说明人工智能领域的潜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了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 欢迎与我分享哦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